為了一個高雄我們臺灣提供芭蕾舞 回去帶一個歐洲的芭蕾舞蹈家雲南盛 今年是還有一個回到我們臺灣 將心改變 經典的舞局天鵝湖 八六八 要在台北西西舞台演出 而且也改變了這個經典舞局的結局 柴可夫司機真好聽他們的香氣 美麗公主在外面散步萬歲 創意到什麼形狀的木尾 為了一種的分析更鐵 並且用模範將它變成一隻北天鵝 在後週二十多年的臺灣編舞家 已認證重新改變經典的舞局天鵝湖 它保留這次經典芭蕾舞在高電視機 發展出來的特色 所以也將錢跟英國做濃縮 還要請布加勒斯特 還跟瓜哥他們的三位 修行舞者 跟國來四十五位 新新代舞者 共同來演出 就是除了技巧完全融入之外 你真的就是想像你是那個動物 然後在台上遊啊 飛啊 對 就是非常享受這個表演的機會 他認證也說 改變的天鵝湖 增加速曲 也在結局所改變 是臺灣芭蕾舞表演 共同性這次發展的重量感染 在我的版本裡面 他男主角這個王子被施魔法 掉到水裡面 然後兒會游泳啊 他又把他救出來兩個人合力 然後把魔王打敗 我覺得這在我們二十一世界的觀眾 可能比較合邏輯 另外這次也要請到奧地利 格拉茲國家救援的機會 得克卡夫坦 來臺灣和國立臺灣高香藥團合作 結合中華布图加 音樂加 希望待會觀眾沒有一樣的感受 記者 早安布图